上禮拜五 很多美国银行 公布了最新的财报 包括了小摩 包括了富国银行 公布财报数据还不错 但是明明大家最近都知道 美债的价格持续的往下减 这些握有好多债据的价格减损 压力越来越大了 上一次三月的时候 公债的价格持续的减损 造成好多中小型银行的破产潮 现在这些事情都不见了吗 怎么解读这银行的财报 天号我们请您上台来 我们先来看看好了 上礼拜五公布的财报有多亮眼 没错 我们主要是看三大财报 包括就批摩根大通 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 那其实它各有代表 摩根大通几乎是08年以来 整体投行的一个典型代表 它衡量的是总体的经济环境 花旗的部分就集中在 这个信用卡销金领域的部分 富国银行就是美国本土 尤其是商用不动产的具体概况 那我们具体来观察 它的实质所公布的收益 以及预测值当中的落差 你就可以了解到 其实这一次金融股开出的财报 是非常非常令人惊艳的 比如说以摩根大通来看 它实质的营收是407亿 原本的预估只有399亿 EPS 4.3块 预估值只有3.89块 税后建立229亿 预估值只有220亿 花旗也是一样 花旗是以销金为主 所以我们最主要看的 是具体看它利息的税后寸益 138亿 也比市场预期的138亿来得高 那不管是营收EPS 也是优于预期 富国银行也一样 即便我们都很清楚 目前美国商办的控制率 居高不下 照来讲 它应该要抵背大量的呆涨 但是到目前为止 它的呆涨金额并没有因此而上升 而且不管是营收EPS 还是利息的税后建立 都在持续创高当中 换句话说 你从这些美国银行股 金融股的财报当中 几乎看不到任何的坏消息 所以会让市场担心 那到底是现在美国银行业 已经完全没事了吗 利率升到这样的一个位阶 很多人都说 利率越高 利息收入越多 好像财报的好 可以理解 可是我们都很清楚 利息升到一定程度以后 市场的借贷量就下来了 所以如果市场借贷量下滑的幅度 比你利息收入增加的幅度 还要来得大的时候 那银行股一样会不好 但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没有看到 那为什么他们的财报会这么亮眼 原因很简单 因为利率冲击 还没有涌现到这些金融股身上 不是没有 是还没有 还没有 而且你会发现 利率冲击 它虽然可能会有适度的反应 但是对于违约率的反应效果 比想象中还要来得长配长多 我举个例子来说 第一个市场上会去好奇的 就是房贷利率的问题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 美国三十年期房贷利率 已经接近八个percent 最近大概在七点六 七到七点八percent左右震荡 那美国大部分采取的是 属于固定利率 也就是说你一旦采取之后 那基本上三十年就绑定了 那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讲说 可能会是一种利率上的承压 那如果出现大规模的违约 房地产贷款 在美国的银行体重 又这么大的话 那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 的确是接近到8%了 可是我们具体看 美国的房贷申请量 反而是不断的下行过程当中 什么意思 就是虽然利率在往上跑 但是没有这么多人 锁在这么高的利率 我们事实上观察 美国这些购房子 从大概2020年以来的买房 大概有90% 整体平均的固定利率 大概都在5%以下 也就是大家在利率低的时候 都买了房 那现在利率变高了 我都不买房了 那就没有人违约 所以现在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是属于急动的状态 它的房价之所以还在冲高 是因为库存太低 但是实际上 其实是没有量的 跟台北股市 跟台湾的房市 是有一点像的 这种状态就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你硬要说 市场的流动性 或者说房市的危机 在今年有没有可能爆发 有一点难 它顶多就是量缩 它顶多就是房市成交量不高 但是不至于会形成 大规模的违约潮 因为这些人去顶着 快要8%利率的人 其实不多 没错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如果我们以全球银行的 利息收入来做观察 整个2023年 即便在升息过程当中 它的利息收入 预估还是会超过2022年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 22年其实算是景气扩张年 它只是股价提前反映 23年的下滑而已 那照来讲 2023年大家景气 其实已经不像22年 卖得这么好了 消费性电子产品 今年都卖不好 那照来讲 银行就不会有那么多人 来跟我进行借贷收入的 这个过程当中 那没有那么多人 来跟我借贷 我利息升那么高 有怎么用 我利息如果升到20% 谁来跟我借钱 那我银行也赚不到钱 但是你会发现 就算没有什么人 来跟我借钱 我现在的利息收入 还是一个稳定的向上趋势 所以你会发现 很有趣的迹象 这个我们都知道科技股 陆续在收复 过去在20年到21年到22年 陆续失去的这些EPS 但是你像JP Morgan的部分 它的EPS是连续几个季度 都在创下历史新高 这个是有趣的迹象 好 那如果房市 不是一个太大的影响 那其他商业银行贷款的违约率 事实上你可以观察到 不管是美国的住宅贷款违约率 还是美国的企业违约率 还是美国的商业住宅的违约率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攀到 19年的高点 唯一一个攀高的就只有一个 就是属于信用卡的贷款违约率 只不过信用卡贷款的违约率 虽然在上行 但是很大程度 它取决于短期内 循环利率的大幅拉台 也就是我们观察到 在整个今年三季度 过度支出之后所造成的后果 我们都很清楚 今年三季度左右 美国的超额储蓄刚好归零 也就是川普发的钱用完了 刚好用完了 所以信用卡的违约率 在短期内就有显著攀升的迹象 但是一旦攀升 过了两个月三个月 过了一个季度以后 基本上这些人 他本身的违约率 就不太可能再增加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反应完了 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是 刚好那个拐点 超额出去用完的这批人 他出现了违约现象 但是大部分来看 因为今年三季度 美国的消费支出 我们看的GDP的计算幅度 大概还有五个percent 也就是说整体市场看起来 算是健康的 那加上信用卡贷款 他整体的金额幅度 跟住宅跟企业比起来 比起来太小了 比起来太小 所以违约率上升 他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商办不动产 我们都很清楚 这两年其实 尤其是全美的控制率 在西岸的部分 上行速度非常非常快 那种旧金山 都是两三成起跳的 以前疫情 以前才7% 现在两三成办公室 都没有人在用 瞬间收不到租 那肯定是未来一个贷款风险 可是你发现到 富国这一次所公布的报告当中 他认为在商用不动产的部分 我们不能只看办公室 现在白领 真的都没回去上班 所以的确办公室的部分 全美的控制率 正在非常显著的飙升 他已经超过了2000年以来 任何一年的水平了 可是你观察 像是零售业的部分 开便利商店的 像是工厂的部分 或者是集合住宅的部分 他并没有非常明显的突破 过去几十年的高点 也就是说 如果商用不动产 只是集中在这些白领 这些科技业当中 他没有回到办公室的话 其实还是属于受控的情况 也就是说 我个人认为 利率冲击不是没有涌现 只是说 现在利率冲击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很多大银行 早在三月份的银行危机当中 他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为什么呢 三月银行是标准的 小银行全倒 大银行吃饱 当时三月份小银行 由于债金减损的原因 导致了很多小银行 有连续的破产潮 那就使得大量的资金开始外逃 从小银行的存款 慢慢的移到大银行存款 那大银行手上就一堆股票 手上就一堆现金 那他有更多的呆账准备 所以到目前为止 他控制的还不错 我也认为 基本上利率冲击 很难从这些大银行来爆发 现在的问题在于 现在的债券价格 有没有比三月份来的低 有 现在的殖利率比三月份来的高 那照来讲 我基本上最好奇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从三月份以后 我基本上就在没有担心这件事情 原因很简单 当时美联储联准会 成立了一项机制 叫做BTFP 叫做Bankington Financial Program 这个机制他的目的 是进行公债的抵押 来换取市场的流动性 我举个例子 就当时由于市场上意识到 明明那个债券 你持有到期就不可能赔 但是大家还是怕得要命 逼得你把债券卖掉 结果真的赔了 为了阻止这种现象 联准会成立这套机制 假设你可能持有 100亿美元的公债 那由于现在殖利率高升 或者债券的供给量大增 跌到了90亿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你就把这90亿 价值90亿美元的债券 放到联准会 然后拿到100亿的现金 联准会就担保你 给予你无条件的流动性 那当然你要付一点利息 但他也说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从此以后 公债殖利率再怎么上行 他都不会影响到全美银行的流动性 因为你亏多少 你把钱拿给联准会 他就给你全额的面额 在这种现象你会发现 BTFP为什么在最近几个月 不断在创新高 现在已经来到1100亿了 为什么 大家都去买这个保险 那我就拿去抵押给联准会 那市场上意识到这件事情 就会发现 我去挤兑也没有用 因为你不会真的倒 那也没有人想去做空你了 因为你随时都取得到流动性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 整个大型银行来看 他几乎是不受到资产价格减损的影响 这是第一件事情 但是第二件事情是 中小型银行 它的利率端的违约率还是在发生的 刚才我们看到那些小摩 花旗 富国 它体量够大 所以体量够大之后 就算我的信用卡部门有人违约 或者是房地产商有人违约 我现金够多 但是小银行就不一定 因为你可以观察到 像JP Morgan 今年以来涨幅还有7% 可是你看KPW银行指数 它衡量的是整个费城 所有银行的指数 今年跌幅 大概有跌幅1成7 所以大银行跟小银行的指数 一起汇整起来就是这个 对 那你看它还在一个 下方盘旋当中 其实蛮危险的 也就是说现在并不是 没有任何的系统性风险 而是说就算有 它都是集中在小银行 而小银行目前的风险 也已经不是三月份 当时我们聊的 债券减少的问题 我们衡量的就是 那刚才我们聊到的 信用卡贷款的违约率 商用不动产的违约率 有没有可能发生在 这些小银行身上 这个是市场上 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 但是从这些数据 我们可以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 基本上在升息过程当中 或者升息暂停当中 你基本上看不到 太坏的利率的坏数据 了解 什么意思呢 就是既然它还在升息 它还在一个升息进程当中 你就看不到 真实坏这样的大幅爆发 只有当连准会宣布 我要稍微缓一缓了 可能升息要停止了 这个时候坏消息才会出来 我举个例子来说 你看浅蓝色件是 联邦基准利率 深蓝色件是美国 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通常在基准利率 也就是联邦会宣布 要降息之前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他就会非常显著的 先跳了 市场的预期 我认为你会降息 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 现在是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还在高位震荡 基准利率也在高位震荡 那有一天 如果我们看到十年期 公债殖利率下行幅度 非常之快的时候 那就说明着 这个危机可能会爆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们并不是说金融流动性 永远不会有问题 他终有一天 利率升到一定水位 还是会有问题的 保持在这么久 一定会出事的 只是说现在这个时间点 只要我们没有看到 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的大举下弯 一下掉到4% 一下掉到3.5%的话 你就不用特地去担心 通常在财报公布前的 前两周三周 美国是不允许实施库藏股 或者股票回购的 但是你一旦财报公告完之后 你可以观察到每个季度 通常一二季度的库藏股实施 都会下来 三四季度特别容易拉上去 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 就财报公布之后 这些银行股 就马上就可以实施库藏股 的股票回购了 那我们都很清楚 这些大银行 手上什么没有 钱最多 因为小银行的钱 都跑到他们身上了 所以有没有可能 在此之后 反而有更多的拉抬空间 我觉得反而是有机会的 换句话说就是 风险还是有 但是短期内不用担心 你真的要担心 那我们就从十年期 公债殖利率的变化 来看待风险是否即将发生 非常清楚 谢谢廷浩 请先回座了 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要告诉你 最近这游戏业史上 最大的并购案 微软成功收购了 动势暴雪了 这件事情两年多了 现在好事终于成了 强强联手 如何翻转游戏业 休息一下 一堂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 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